我們巴掌出發去現港 已經是背光了 我們出發啦 我們坐了一個半小時飛機就來到現港這裡 Arrival就這裡出來 右邊就已經有得搶錢的了 有幾間的我們就選了最多人搶那幾間 我們現在就預訂了的士 還在等一輛的士來 我們今晚就住在這間房間 之後我會在下面寫名字和價錢 一晚的了 外面的景 上來這裡呢 十六樓 就會有一個sky spa 還有一個泳池 這裡很漂亮啊 我也看到全景 我們就從住宿那裡 走出來半個小時 就吃了這一間秘道的海鮮大排檔 都很出名的 我們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滿了 我們叫東西 但是我們就看不明越南文 所以呢 那個人很好 他給手機我們看看照片 那些 這樣 那這一盒其實都是27元港幣 左右 還有第二碟 就是有些螺 小小顆東風螺 海鮮炒麵 還有我們剛才吃了一個 焗花夾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蝦 如果看到很多人叫 所以就跟著叫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就叫了那個焗蠔 它全部都很好吃啊 那我們四個人叫了啤酒 叫了六碟東西 它就是在街邊這樣燒的 蠔 那我們呢 吃完東西 又忍不住再吃甜品了 這些就是 他就說是 泰國的飲品 我們現在就吃完東西 出來看看夜景 那今天呢 剛好有煙花放了 那今天呢 剛好有煙花放了 然後呢 那些人就在街邊買東西喝 然後再坐在河邊這樣看夜景 今天有煙花 小些人看煙花 然後呢 我們就坐的士 回到酒店那裡 晚上就上去看夜景 然後很多人呢 都在那裡看煙花 還有就是 喝 喝東西 還有就是在那裡聊天 現在是住宿上面的一個sky bar 好漂亮啊 這裡 這個就是早上酒店的早餐啦 不過我們太眼囊了 所以就沒有了面子吃 在這裡拿東西喝水果 剛剛呢 酒店的職員呢 就幫我們訂了一輛車 包了車 那我們就來到美沙 一個小時之後我們就來到美沙勝地 買了ticket 那就 15萬 越南幣 一張ticket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去了 我們現在就走進去 看這些小職 世界的文化園 我們現在就是坐這些車 然後坐兩公里進去了 我們就是坐這些車 然後免費呢 兩公里就來到這裡 再走進去看那些景點 然後再走多15分鐘左右 我們就會看到 這個 我們要來看的地方 今天沒有太大陽光了 所以拍得不太清楚 這個 這裡不太大 就只有這個地方 原來 很多都淋了 已經 好看 這個真的在裡面 我跟著拍到裡面 你們也有這些古食 OK 我們來到這裡 其實有很多日子 都已經淋了 等到更剩下 這些都是更加完整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 嗯 這裡整大片草原 都是這些的 一直走進去都 我們剛剛就坐完那些車 現在就沿路出去了 我們走這裡 差不多用了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左右 我們呢 就 坐了一個小時 就來到這個 會安古城了 現在開始就要買門票進來 那就是12萬 月南幣一個 Ticket 我們現在進來了 沿途有些生果買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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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假的 我們在那裡 搭訕 好帥 好帥 可以這麼美 我們坐在餐廳上 喝越南滴漏咖啡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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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冰淇淋 這樣加進咖啡裡喝 我們也叫了這個 紫米卷 還有這個 很有名的麵 這是什麼 Low Me 我們現在吃了 剛才的越南咖啡很好喝 這個叫做Rite Rose 這個是粉捲的 好吃 沿途就會有些店舖買衣服 騎這些人力車 我們有去到那個市場那裡 吃越南滴 人家吃的 我們有這麼少東西 今天開始現在六點黃昏了 我們來到休息了 吃這一間 很有名的法包 很多人排隊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它的包真的脆 裡面有很多材料 真的挺划算 而且挺好吃 現在就開始天黑了 這裡到晚上就很熱鬧了 全部都是餐廳啊 市集啊 還有全部都是人啊 人山人海啊 這裡到晚上就很熱鬧了 全部都是餐廳啊 市集啊 全部都是人啊 這裡到晚上就有很多燈籠 有很多水 有很多水 現在就說幫你聽怎麼做 那個芝米的食物 好嗎 那你先拿來 只要拿來 快點 來炒一下 好 現在可以拿來炒一下 我们就走完会安一天了 我们准备出去包车那里接我们 这条就是日本桥了 我们坐了半个小时车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我也觉得安顾城都挺漂亮的 也挺值得去的